这是1992年日本国宴上的一段真实画面 参加宴会的美国总统老布什看到面前的生鱼片时 突然呕吐不止 甚至还吐到了日本首相的身上 吓得在场所有人都经了一身冷汗 而老布什之所以反应如此之大 竟和他年轻时作为飞行员 差点被日军活活吃掉脱不开关系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老布什留下了如此严重的心理阴影 时间回到1941年 因为日本偷袭珍珠岛 导致美国损失严重 为了挽回尊严 美国开始大量招收新兵 其中就有几十八岁的老布什 在经过严格训练后 老布什成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飞行员 1944年 老布什被派往了太平洋战争前线 前往日本福岛进行真侦查任务 但是由于美军指挥官低估了日本的防守兵力 导致和老布什同行的13位战机驾驶员中 有五位被炮火击毙 和飞机一起直接掉入了太平洋中 不见踪迹 而剩下的八名驾驶员连同老布什 则选择了跳伞逃生 只不过 其他八人全部被日军俘获带回了军营 只有老布什比较幸运 在跳伞时及时落到了海里 套着充气救生阀在海上漂流 被路过的美国潜艇发现被救起 侥幸捡回了一命 而令人不憾而立的故事 也就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就在一天清晨 日本士兵突然带着 一名叫做马尔上的美国俘虏大兵走出了军营 可等再将人送回来时 美国大兵早已没了气息 最诡异的是 心脏和大腿竟然都不知所踪 只剩下了一副残缺的躯体 而后来在日本人交代罪行时 才说出了这怪异一幕背后的可怕真相 这是美国前总统在日本国宴上 恶心到图的真实影响 1992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要访问日本的消息 已经传出 日本上下立即开始精心准备 不敢有半点差池 可就在晚上的国宴上还是发生了意外 老布什在看到生鱼片时突然呕吐不止 就连坐在一旁的日本首相也被幸运地喷了一身 这一幕下的在场所有人都冷汗直流 生怕老布什会出现什么意外 在经过检查后 发现并不是老布什有什么毛病 原来 在看到晚宴上的生鱼片后 老布什脑海中不仅想到了二战时日本生吃战俘的残忍画面 随即产生了巨大的生理反应 这才呕吐不止 1944年 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大兵被送进了副导力花司令部 由于驻军司令丽花芳夫早已吃腻了从东京送来的军粮 于是要求厨师做一些特别的美食 而看着眼前这八名美军飞行员 一个变态的想法在他们脑海中开始滋生 那就是美国大兵的肉究竟好不好吃 他们先是将两名美军的大腿肉割下 并取出肝脏 在经过日本厨师的简单处理后 和生鱼片 蔬菜 以及面条 做成了一道丰盛的寿洗锅 而当天的人肉盛宴 驻守在副导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参加了 最高长官丽花芳夫更是吃得津津有味 连吃了两碗还意犹未尽 再有了这次尝试后 日军变得更加猖狂 为了向上级献殷勤 日本陆军第308连队长莫勇少佐 竟然举办了第二次人肉盛宴 而食材依旧是被俘虏的美国大兵 据说年龄最小的才19岁 而更加惨不忍睹的是 他们竟然连光头都熬煮成汤 然后端给普通士兵 若是有士兵选择拒绝 则会被骂为胆小鬼 而在当时 老布什也差点成为了这批俘虏中的一员 想想 自己的战友被当作了食物被吃掉 老布什的心理阴影该有多大 因此 这才有了看到生鱼片后的呕吐不止 这是美国前总统 在日本国宴上呕吐不止的真实影响 1992年老布什参加日本国宴 看到生鱼片时却呕吐不止 只影响到了二战时 他作为飞行员 差点被日军活活吃掉的恶心场面 日军在将美国大兵作为食物生吃掉后 会将他们的尸体全部烧掉 从而毁尸灭迹 在日本投降后 美国在向日本交涉战俘事宜时 曾提到了这八名美国飞行员战俘 但日本军官却表示 这八名美国大兵早已自己离开 看着他们闪躲的眼神 美军意识到其中必有猫腻 在秘密调查后 才得到了这一令人害人听闻的事实 可富岛司令丽花芳夫还在狡辩 声称是因为岛上粮食不足 不得已才分食人肉 但在后来美军的检查中 却发现护道营地中 囤积着大量的食材 根本不会出现食物短缺 而除了美国大兵 澳大利亚人也曾在二战战场上 发现自己的战友总是缺胳膊缺腿 就连臀部的肉都会被割掉 甚至他们还亲眼见过 日本烹煮自己战友的遗体 即便后来丽花芳夫等人 被送上军事法庭 并被执行了绞刑 但是他们做下的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永远不会被原谅 而老布什在日本的表现 也在整个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和老布什的失态之举 这一事件也对老布什的总统生涯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最终纷纷倒戈了克林顿 想当初 日本的731部队同样是恶名昭主 在我国做下了许多的恶行 这些都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 如今 日本依旧死性不改 在太平洋排放核污水 想要整个世界和它遭殃 甚至岸田文雄还直播吃生鱼片 以此来证明 他们排水的核污水没有任何危险 按照网友的话来说 难道不应该先捞现吃 有微信吧 因此 对于日本 我们应该永远提防其狼子野心